118月活动一 认识线对称图形 第一题说说看 这些图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以这个爱菲尔铁塔为例 我们如果能够从这里画一条线 垂直沿着轴心这样的画到一条线 一个轴画到这条马路上 我们就说这个轴叫做对称轴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对称轴 对称轴 画出一条对称轴 如果我们画出这条对称轴之后 两边都相对应 而且平衡的话 我们就称这个图形是一个对称图形 好这个是太基马哈里 太基马哈里也是一样 画下来之后 它连旁边的柱子都对称 好 再来我们要看的是这只老虎 好这只老虎呢 它应该是我们看它头 虎头 虎头这里画下去之后 它们是霸臣 A也对称 它的单纹也对称 胡虚好像也对称 耳朵也对称 眼睛也对称 鼻孔也对称 那么它的嘴巴两边 我总觉得这里大一点点 这个小一点点 好 如果我们应该会像我们这样的时候 所以它应该是完全对称 好 所以它的脸也产生了对称 我们再来看五蝶 五蝶的话从中间画下去 两边的翅膀 这叫两对翅膀 两对翅膀是伸展在头 胸 腹的哪一个部位呢 胸 胸 非常好 那么六只脚是长在头 胸 腹的哪一个部位呢 非常好 所以简单来讲 不管是两对翅膀 还是六只脚 它都长在胸部 那么它的口气 它的处须 是长在头 胸 腹的哪一部分呢 好度非常好 那么它的排卵管 或是它的生殖器官 是长在头 胸 腹 的哪一个部位呢 非常好 我们一般就称 昆虫交配 叫做交尾 以此就是它用的是尾部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头 胸 腹 的尾部 腹部的尾部 好 那蝴蝶呢 它也是一样 它也是产生一个平衡 平衡 这边平衡 这边 这边平衡 这边 维持平衡 那么这里有一个图腾 这个图腾呢 它也产生了平衡 它这里有对称走 这里有对称走 Airplane 飞机 也是一样 飞机如果不平衡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飞机一定要平衡 好 所以在118页 一共有六个图形 这六个图形 一个图腾 一个飞机 一个 这个 蝴蝶 一个老虎头 一个太基纳哈林 好 一个爱飞尔铁塔 爱飞尔铁塔刚好也是四国会所留下来的建筑遗迹 好 这些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们都是对称图形 它们都是对称图形 而且它们都可以找到对称走 都有对称走 都有对称走 而且都平衡 它们都有对称走 且平衡 好 这个请各位呢 要注意一下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有没有